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近Fighter 有兩個名字 我不知道現在還有兩個名字 NVIDIA 就發明了一個晶片 很厲害的 厲害得可以做機械人 你聽到就很小事 其實不是 這件事我相信很轟動 所以我們拿到第二節 第一件事我想問的就是 其實這個NVIDIA這個Fighter 現在晶片的發展 究竟發展到什麼地步 是不是跟其他在美國的對手 谷律來越拉越遠呢? 我說一些比較基本的原則 就是說晶片製造商就有好幾間 但是大家做的那個晶片那個專長的用途 其實是很不同的 就是我會說以前你說大家都是做晶片 就很多時候大家想大家就是做CPU 鬥做更厲害的CPU 那你就數一下那些AMD 數一下那些Intel 這些公司它們就 哪個快點哪個慢點這樣 是不是? 然後就純粹用一條很簡單的 它每單位時間的運算量 耗電量 你大約知道哪個厲害點不厲害點 甚至乎你上網站上 你可以純粹比較到不同電腦 那個CPU 型號 你可以做兩三種一起做比較 但是要知道電腦運算任務 接下來你不同的任務 其實我們現在都很清楚就是 是有不同的運算單元 是幫你達成不同的任務的 CPU 不是一個一塊東西就可以幫你解決了 這麼有效地 同等有效地解決所有問題的一件事 有一些運算的那個算法 那些的過程 你是需要用另外一種的運算單元的設計來去做 從而令它就可以快點 所以為什麼我們今時今日講CPU之餘又講GPU 是不是? 以前講GPU就純粹就是說 圖像處理快點 打機流暢點 然後那樣東西純粹就是 就算連黃仁勳他自己都講的 他好像在做一件事純粹是給Gamer來用的 最初就是 但是我們都不止一次在我們科學生誌節目都提了 就是當你發覺那個運算的性質 我們無論去做人工智能 平衡運算 還是做這些圖像的處理東西 原來發覺就不是用CPU做最厲害的 就要有GPU 所以為什麼現在那些什麼圖像卡裡面 上面有另外一個叫圖像處理的GPU運算單元 這個我們都玩開電腦的 就比我一定更加熟 就更加不要提到就是說 現在竟然在GPU的這一塊 就隨著人工智能那個發展那個要求 有突飛猛進的發展 就是如果你比較Intel的股價和現在NVIDIA的股價 你發覺那個走勢就嚇到瘋了 那個黃金交叉突然之間一下出現之後 突然之間NVIDIA怎樣遠遠的把這個Intel去拋離 就是不要說我們小時候 說我們十年前都不是這個光景 突然之間在這幾年就是你發覺NVIDIA它做GPU 突然之間令到它整個公司的規模 就遠遠 即是比Intel去做CPU那些東西 變成了其他公司你再想做平衡運算 就突然就落後了很多了 就是你見剛剛這個星期NVIDIA公佈的那件東西 它的名字就叫做一個叫B200這樣的晶片 對於我來講就是一個名字而已 OK 然後它還拿了那塊那個運算單元給你看 就將兩塊GPU和一個CPU 砌在一起出來的一件東西 這件這樣的模組這個組件就說 就是那個處理人工智能的能力就又厲害很多了 就是我們就行外看熱鬧啦 就是看到那件東西就那些參數什麼都厲害了 就覺得真的厲害了 但是我們都相信就是 從這裡那個變化看到呢 那個 人工智能最後能夠 就是什麼時候正式處理到好像一個叫做 有好像科幻片裡面 開始懂得處理跟人溝通的問題呀 有人性呀 就是一些可以處理到更加複雜的任務 或者一個思考表現得像一個人類的這樣的場景呢 似乎在這個新的B200產品來之後呢 就可能就進入另外一個里程碑了 因為它能夠負載那個運算量是更加大 還有我覺得更加重要的就是它那個耗電量就落到一個比較實際的尺度 原本它是在說13個MW的耗電量 就是在說如果那個家庭比較浪費電一些的 就是10個家庭左右的這個耗電量 就是每天啊 那現在是在說新的那個產品 它的運算能力更加高 它的散熱能力更加好 但是它的耗電量就只不過是上一代的三分之一 就是在說這件事是那種耗電量變成好像一種 我會說一個家居電器的級數 就是會可能等於你將你家裡那些最吃電的幾樣東西 開了出來就基本上就叫做足夠供應這個人工智能 這個這樣的組件 所以你會看到 我自己就不熟悉任何裡面那些 就是怎樣去設計那些這樣的電路啊 晶圓那些這樣的東西 純粹一個很物理人的角度看就是 它將它裡面的運算單元做得越來越小 但是同時它將它那個散熱的能力做得更加好 就是我願意相信就是它在這裡 就是現在就是引入一些比如散熱 以往就很多時候用一些叫做比較 就是被動一些的散熱方式的 就是又攤在那裡等它自己的熱走而已 那你想主動多一些就加把風扇而已 但是現在似乎就是 就是講的 你是正正式式有一些叫做 液體冷凍的組件就已經放在那裡 就來幫它做冷凍 那究竟它在這裡實際上會用到多少 或者它不是用我講的那些 但是已經有一些更加叫做 叫做先進一些的冷凍技術在那裡 它應該要是有這件事情 才能夠令到它那個散熱能力更加高 和那個耗電量更加低 在這裡就真的電腦裡面設計的東西就不多說 但是我會覺得有了這種發明 我們可以說 未來那種叫做更加有智慧的下一代的機械人 就是已經是講的我們80年代科幻片 看到那種機械人 什麼時候會不會就是因為這個產品 而開始進入 你會看到有些初代的機械人 一些這樣的機械智慧會出現呢? 我猜星球大戰那兩個機械人都很快見的了 我都不用移民 不過我想講的一件事 剛才你提過了 其他公司被它拋離了 是不是進入這個GPU的市場 現在因為那個第一期的投資是相當之厲害 而被這個NBA截足先登 所以其他根本就沒有能力進入 現在這個GPU的市場 我想他們真是很早就願意放很大的投入 就令它最快掌握了核心技術 其實現在都有 譬如那些以我所知AMD這些公司 都在追趕著的 但是這裡又要留意 就算我們自己科學新資做節目的時候 都不小心 我又不會說抓錯路的 在我們那個選取材料的過程之中 台長你也記得 我們是講很多那些什麼量子運算 超級電腦那些東西的比較的 其實很多時候 你如果問無論Google 還是Intel這些公司 甚至IBM 他們很多的心力是放在那個量子電腦那裡 就是我們經常說 究竟量子電腦什麼時候能夠蓋好 於是就解到一些以往解不到的密碼 以往傳統那些密碼加密方法就快要末日 這個其實是一個問題來的 更加多的公司就把它的精力就放在一種量子電腦那裡 它是另外一樣東西 它也有很強大的運算能力 它甚至乎擁有一些潛能 是現在我們的CPU 甚至乎NVIDIA裡面的GPU 可能都沒有的一些潛能 所以大家就很多時候 將那個資源就比較壓住在這裡 那反而GPU那裡 一直是等到那個 就是人工智能改革那個技術成熟 甚至乎都有查GPT這件事 大家就好像更加多公司才好像如夢初醒 就發覺原來它們叫做不小心走漏了一件事 但是你要Pick up這件事相對又不是難得那麼緊 因為如果你說那個要克服的物理限制比較多 量子電腦要克服的物理限制應該是難一些的 那就是看回黃仁薰 他在那個NVIDIA這個公佈裡面 他都提到的 就是在新聞報道都有提到的 量子電腦那些東西它不行 它不會涉足量子電腦的東西 它就專心搞它這個超級電腦平衡運算的東西 就將它再不停地有這麼進 推到這麼進 那變成它就是說 可以說在那個平衡運算 就是那些這樣的元件裡它獨霸一方 而這個的確就是在那個人工智能裡面 變成了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然後對於傳統的那些你要解密 還有那個運算量 處理運算量大的 就去了量子電腦那一邊 那最後量東西會不會有交雜呢? 那其實有也都不奇怪的 那在NVIDIA的報道都說就是說 它也都會嘗試去叫做運用這些超級電腦的運算能力 是試一下可不可以幫一些的量子運算 是將它無意地放在這個這樣的超級電腦運算裡面 就是你可以這麼說 用一個沒這麼抽象的話說就是說 會不會最後這種GPU的這種運算單元 可以是幫助我們開發到這個量子電腦呢? 那照計應該會有一些幫助在裡面 我補充剛才你說的 就是我們去做科學生的損材那個問題 因為如果量子電腦來講 它真真正正是一個物理上的問題 是的 運算就是一個純技術的增進 因為量子電腦你背後一定有一堆量子力學的東西可以說的 那我就有些多些貢獻在那裡 但是一講到這些很computer engineering的東西 我自己都要很小心 因為我都知道各位聽眾就是高手臨立 所以我就盡量講我自己知道的原則就算了 那有些東西講不到裡面最核心的東西就抱歉了 那我自己不是專家 懂得講的人就應該自己開台講了 好了 那我們去看這個問題的時候 有沒有出現一個量子電腦和現在這個平衡運算之間的缺戰呢? 我覺得不是一種缺戰的局面 我覺得反而是一個大家協同的局面比較多 有一些東西譬如在那個NVIDIA 王仁薰他自己都有講就是 有了一個這麼強大的平衡運算能力 他就可以幫我將在電腦世界裡面呈現一個 模擬一個量子系統 從而模擬一個量子運算 就是說就算你未真正用到這個量子系統 來承載這些量子資訊 我就用了這個這樣的電腦模型 用這個程式裡面模擬了這個世界 就方便你去做開發 那麼其實這些這樣的技術是很重要的 其實我們應該下一節我們會提到的 就是如果我們在生物世界 甚至乎在化學的世界 我又沒有能力就是說不做實驗 完全就用一個的虛擬世界的環境 就叫做模擬了這個真實的世界 從而我在虛擬世界做實驗 就代表了我在現實世界做實驗呢? 那原來這件事是隨著那個電腦的運算能力越來越強 是變得越來越可能的 所以我會說兩者量子電腦 和現在講的這個GPU 這些這樣的非常之強大的平衡運算系統 是一個叫做雙負雙城的關係 比是一個對決的關係 就是我會說你很難找到一家公司兩飯都蒸的了 但是你隨便蒸一飯 你就賺大錢了 其實就是 但是問題就是你有一個資金投入的選擇 就是沒有人會說這裏擺50 這裏擺50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賭博 我們剛才說的對決就是 這是一種賭博來的 沒有人說我50就擺在這裏 50就擺在這裏 那你選哪裏呢?其實中間有一個矛盾 但是觀眾有個疑問 這些東西對我們日常生活有什麼影響呢? 我舉一個很具體的例子 這個大家不要怪我們 因為我們兩位真的是男性 我們講一個男性比較注重的問題 有很多人喜歡看AV的 那現在有人有個色情人就告訴我 他說現在用AI做的AV 是好看過正正式式的AV的 已經完全取代到了 你不會覺得它是假的 我呢?我呢?我以一個色情人的身份 再說一件事給你聽 是日本已經真的有AI出的AV AI出的女優是出了的了 OK?我們關了麥克風才跟你講個番號 OK? 我沒有看的 你不用告訴我 OK 我沒有看的 你用一個學術的角度去看吧 我一會介紹你 這幾天已經出現了一件事 在網上很少承認的 就是那些人呢 就將自己改圖 就是大隻佬 就變了六塊腹肌 就是周身肌肉 就變了自己的樣子 那你覺得就不是很像的 但是如果再推下去 就真的完完全全呢 就一模一樣的了 其實很簡單的 你那個 現在它只能夠最低程度 重複一個人 他講話時候的動作 但是你也知道不同人 它有不同的姿勢的 就是那種手舞速度的情況不同的 那現在你可以將這些資料 作為一個training data 擺進去最新款的 就是NVIDIA這些產品 再給它更加多的data 給它訓練它 最後你可能真的出到 有個人的那一套動作 嘩!真是好像陳志宏在做節目的 其實說真的這件事 我們小時候很喜歡看那些扮演節目 是不是? 在說某人去扮演那幾個明星 唯昭唯妙 其實就是對人腦來說 它就很容易掌握到這些features 但是原來你發覺電腦來說 就沒有 但是只要 我基本上都肯定了 給它更加強的資料庫 和更加強的那個運算的能力的話 它是可以做得出來的 我自己這樣想 就是現在譬如說 你AI的導演做到 就是它拿了你的聲音之後 或者拿了你的樣子之後 它基本上可以做回你這個形象出來 譬如我們 我們真人可以做 遲些發生 我想四、五年之後 你是可以打指令進去 你做回整個科學生資的節目 就不用我們兩個做的 是 甚至分不了 是不是我 是不是我真的在說 你說聽起來 現在是方向少許 你就落後了 其實我想四、五年之內 其實就不用我們兩個做節目 就有人打指令進去 後面掀書那個什麼問題呢 就是那個版權的問題 可能這裡要掀書一件事 我和你都要註冊那個版權 註冊這個人的版權 那應該都要想定的了 就是大家會不會有興趣搞大它 就是我們將我們兩個品牌 就是再包裝一下 讓大家都成為一盤生意 這個可以想想 要的了 要的了 我們對這個 那麼多大家那麼多的貢獻 但是我會這樣說 你知道貢獻真的有人買了一層樓嗎 就是我會夠膽講 就是科學生資的節目 不是那麼容易給人工智能複製到的 因為那個training data 真的不是太多的 就是 你如果一堆英文的科普節目 你要做一個AI的英文科普的KOL 你是可以大一些機會 但是我們是比較難一些的 所以都是要做的了 是啊是啊 就是我們兩個都要申請 我們註冊了 我們自己做了這個 有版權的形象 好廢話說完 下次再回來 好 神秘的夜第一節 那麼2022神秘的夜 跟大家見面了 那麼今天會跟大家說些什麼呢 就是那一宗在飛機上面發生的 古怪事情 嗯 話說呢 在幾個月之前 就是一架美國的內陸機 突然間有個女人 站起來出來 大炒大賴說要下飛機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女人就說 坐在旁邊的那個 就不是人類 大家不下飛機 那整機人都會死 有很多網民在這裡說 其實那個女人 其實可能是沒有說謊的 就說 坐在旁邊的一個 叫Shakeshifter 那幾圖你怎麼看呢 這件事其實都不算是新的 以前我們向神秘的夜 都有提過的鵝獸 什麼是鵝獸呢 鵝獸就是 可以變成人形的神獸之一 為什麼今天神秘的夜 會說這個題材呢 其實你想想 如果Shakeshifter是真的話 會不會我們身邊的人 其實未必是那個人來的呢 其實是Shakeshifter 去模擬那個樣子的人呢 換句話來說呢 即是可能有一天 觀眾在這裡看的 就並不是我和阿幾圖在這裡做節目 而有兩個人 就扮著我們在這裡做節目 但是如果是這樣 就很糟糕了 那有機會 那些人就在追著假的節目 就不記得追著我們的節目 那關鍵是 如果觀眾看完之後 在YouTube上面 他們訂一個訂閱鍵 那問題就解決了 沒錯 其實我和阿幾圖 就真的沒有合過 但是正正就是我想說的東西 其實呢 就要有人扮著我們兩個 還不重要的 最重要的 就是用YouTube平台 看我們節目的觀眾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鈴鐺在這裡按一下 如果有新的節目就會有通知 好了 今天的神秘的夜就是這樣 之後就有神秘之夜了 並不是真的我和台長 不是我和台長 對不起 我和阿幾圖 對不起 我們都會拍攝的 好嗎 對 我們都會拍攝的 對 我們都會拍攝的